第409集 刘家笑着对我说 小冬 你先请尝尝 我做的面条香不香 我赶紧说 香 香 这是我见过最香的面条 嗯 香 咱们就一起去桌子上吃吧 值班的时候都是我做面条 所以做肉丝面最拿手 说着话 就把两个碗用托盘托着端到了桌子上 然后找来了筷子 他用的是旧筷子 而给我拿的是一双新筷子 我不得不佩服啊 刘家欣喜如发 刘家把筷子给我之后就让我赶紧尝尝他做的面条 我拿起筷子尝了一口 那面条确实好吃啊 一口下去 香 辣 鲜咸四种味道同时出现 各种滋味混在一起 吃起来别具一格 以至于多年以后 我还怀念当年的肉丝面 我唏嘘着把一碗面条全吃了 刘家没有吃 就在那里看着我吃 当我吃完了就说 我的这一碗吃不了了 你再帮我吃一碗 你不要嫌弃哦 我的这碗还没怎么多筷子 我赶紧说 不嫌弃 你做的肉丝面太好吃了 好吃你就多吃点 说着话就给我分了半碗 那可是大海碗 一碗半面条吃得我饱饱的 当时心里甚至想 如果天天能吃到这么好的面条 那就好了 吃过了面条 剩下的那碗面条 我端着去给熊虾子吃 人呀 就是这样 有善恶两个极端 熊虾子作恶的时候 看到他那副狗脸 想直接弄死他 现在他改过自新了 虽然不知道是表面上改正 还是内心真的改了 我的内心还是选择原谅了他 师父说过 人这辈子重的善因才能修善过 到了病房 我把面条端到了病床上的桌子旁 对躺在床上的熊虾子说 熊虾子 你狗日里有福气 能吃上这么好吃的面条 按照你以前的所作所为 就得活活的饿死 熊虾子赶紧认错了 我现在是趁着熊虾子的悔过 只要抓住机会 就好好地教育他 主要的 还是为了成就他的灵魂 让他做一个好人 我放下面条 把熊虾子给扶了起来 让他闻一闻 香不香 没想到的是 熊虾子闻了闻面条 竟然在那里沉默了起来 好像是在想事情 过了一会儿 熊虾子眨不眨不长眼皮 竟然一下子哭了起来 看着熊虾子在那里哭 还掉下了眼泪 我看着熊虾子哭了就好奇地问道 熊虾子 你吃面就吃面式了 干嘛掉水枝子呀 熊虾子擦擦眼泪说 哎 我一闻到这面的味道 就想起了我老娘 可惜呀 再也吃不到老娘做的肉丝面了 你还有脸提你娘呢 我可听说你娘是被你活活气死的 是啊 我当年不是人呢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说着话 又在那里抹眼泪 我看熊虾子是真心地悔过了 就说 哎呀 别跟个娘们似的 就知道哭 男子汉大丈夫要顶天立地 说过的话 做到就行了 那面条都凉了 赶紧地吃吧 熊虾子答应了一声 就赶紧地吃面条 想必他也觉得面条好吃 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着面条呢 我问熊虾子说 面条好不好吃啊 熊虾子一边吃面条 一边点头说好吃 我说 你知道面条为什么这么好吃吗 熊虾子含糊地说 里面有肉 放屁 你整天的吃肉 吃过这么好吃的肉了吗 我告诉你 这是善的味道 祖师爷说过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善人与善 誓善 行善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 恶人与恶 誓恶 行恶 一日有三恶 三年天必降之祸 你被僵尸狗魂反噬啊 乃是恶有恶报 但你能心生善念 现在这些就是福报 我找到机会又讲了一遍大道理 其实我并不知道 这一夜发生的是注定无眠 熊虾子一边吃着面 一边在那里点头 好像我说的不如他吃面重要 我有点生气地说 我说的这些都是做人的道理 你可别当面给吃了呀 小东你说的对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饶我做一个好人 不做闹种 这回啊 我真的改过自寻了 我说 希望你说的对啊 不然 我救你就白救了 一会儿吃完了赶紧地出去 该拉屎的拉屎 该尿尿的尿尿 等到晚上 你就哪里都不能去了 只能待在屋子里 麻子大爷临走时可交代过 今夜僵尸狗魂 还会来找你的 你可得小心点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做的孽 熊虾子苦着脸说 小东我这也都知道 你能让我把份吃完行吗 我看熊虾子可怜 就停止了念经了 让熊虾子在那里吃饭 等熊虾子吃完饭 我就赶紧拿着碗刷干净 送到了护士室里 至于为什么不送到食堂啊 一是为了避闲 俗话说 瓜田里下 食堂里有东西 总是要避闲的 二个是因为刘家 在办公室里值班呢 我想找他说话 和他在一起 会觉得很幸福的 那种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 到了护士室里 说了会儿话 其实也没说什么话 就是脖子上挂巴里 老干的说 不过慢慢的 我的画牢的品质就上来 把我经历的当故事说了一遍 这么一说 刘家算是彻底的中毒了 眼睛朝着四处看 人生的价值观到此 完全被推翻了 刘家看着外边的天黑了 就低着头红着脸 轻声地说 小冬 你可不可以陪着我 把医院的大门锁上 你这么一说 我心里头毛毛的 我当然十分地愿意了 卫生院只有后院 没有前院 进了大门就是诊疗室 所以只要一锁上大门 外边的人就进不来了 卫生院里白天都可以门口罗雀 晚上更不会有人到卫生院来看病了 刘家被我的故事彻底地改变了人生观 对那本来熟悉的楼道变得恐惧起来 晚上楼道里一片漆黑 刘家让我陪着到处走开关处 把楼道里所有的灯都打开 有了灯光 楼梯里边好多了 只不过在楼道的尽头 那间闪着红光的太平间 格外的深夜 我们到了门口 我听见了闷雷的声音 朝外一看 远处闪着闪电 看样子 远处正在下雷雨 也许我们这里夜里也得下雨 其实我是怕下雨 前边说过 我家的是草屋 外边下雨 屋里漏雨 觉都睡不安稳 不过在卫生院里应该是不会漏雨的 我锁上门往回走 到了后院的门口 这时刘家说 这个通往后院的门也得上锁 我们这个后院不安全 经常从狗洞里钻进来野狗 老护士值班的时候 都是反复吩咐让锁好门 我点点头 刘家这么做 我是完全同意的 毕竟安全第一 再说 后院也不是什么干净地方 虽然锁上门也不能挡住鬼魂 但总是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本来我是想踢上辟邪服的 但是那样 会得罪院子里所有的阴忍 所以我就没有在大门上贴 刘家回到护士室里说 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回事 我的右眼皮老是跳 总觉得心里头毛毛的 我说 我也觉得你们医院不对劲 特别是你对面的那间病房 死了的人 魂还没有走 别说 你没有来我们卫生院的时候 我们卫生院什么都没有 你一来怎么到处都闹鬼 今天你把我吓着了 你看看怎么办吧 吓着你 我陪着你就是了 不行不行 咱们两个人在护士室里 这个像什么话呀 这样吧 到病房里去 一来可以保护你 二来又可以照顾熊瞎子 你看怎么样 我看这样行 咱们说好了 你得陪着我看一夜的书 不准睡觉 我听到这里 高兴地点头答应 刘家拿了两本杂志和故事会 分了一半给我 我们回到了熊瞎子住的病房 在病房里只有小板蛋和两张病床 其中一张病床 熊瞎子睡着 我们在屋里说了会儿话 熊瞎子就睡着了 我和刘家聊了一会儿 晚上不适合聊鬼 确实找不到话题了 然后我就开始各自看书 大概到了十一点多 刘家看着书就趴在床上睡着了 他刚才还说要我陪他看一页书呢 没想到啊 这么快就睡着了 我坐在病房里百无聊赖 站起身子 拉开窗帘朝外看 外边还是在打着闪 但是没有下雨 我想拉上窗帘回去继续看书的时候 忽然一声嘹亮的哭声响起 是小婴儿的哭声 小婴儿哭得很疼 听哭声就在窗户外呢 这病房窗户外 靠的大路有一段距离 应该不是走路人的哭声 给他想找到 我关系 感谢观看